音樂 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7月優秀的好辣醫師團 到底什麼樣的醫師 才叫做名醫 是網路追蹤人氣很高 還是門診看很多呢 今晚就來看看好辣醫師團 與三位來賓有什麼樣的見解呢 人家說 藝人就是要靠知名度 充人氣 所以才常常會在網路 發表一些言論 最好是記者能罵 罵完之後 人數不得了 瞬間標高 對 瞬間標高 要好的不好的都會標高 好的基本很難標高 對 記者專門寫不好的 正不好的 像評論地震什麼 對 時事 就是一個白癡人在討論22K 沒得跟他告 對 這就有新聞對不對 但是 好像社群網站不PO一些東西 會跟不上人 對不對 對 就是要打開知名度 醫師也要嗎 不是乖乖的就醫醫病人 就好了 醫師這麼忙 怎麼有可能 後來大家幹嘛來上節目 不用來上節目 他家醫生好 不是分享他的心得而已嗎 沒有 老一輩醫師 當然是靠他自己的手藝 我們不需要嘛對不對 老一輩的醫師不靠一些 FB怎麼行 對 亮 對啊 鄭醫師 這麼年輕 沒有 鄭醫師 我在非常男女的時候 他就很優秀 對啊 我們這一代能用什麼網絡 像網絡才幾萬人對不對 人數上漲是跟知名度 跟你的醫術是成正比的嗎 不一定 不一定 但他們還真需要有粉絲的支持 對不對 可不可以轉業 因為醫師快會混不下去 高明明 你有FB嗎 有啊 這是滿少的耶 其實 多少人啊 多少啊 20 70 滿多的 大家可以去按一下嗎 很多啊 很多 營養是成立FB 裡面是寫營養 我一開始其實是因為 就是大學的時候有在外拍啦 然後沒想到就是隔天起床 我就發現我有粉絲團 然後是那時候帶我去拍照的那種 類似經紀人的那個大哥 然後幫我成立的 然後那時候就叫 然後我想說 所以我就把天然 你講這句話就呆了 都覺得 在那邊怎麼那麼為難 就對啊 我想說我又不呆 我就默默的把它改掉 改成就是 一般還滿少人自己說 欸 我很聰明 對啊 真的 所以你那FB有打藍勾勾嗎 對啊 後來就是有去申請 那時候原本在封 就是大家在封藍勾勾 然後我想說去申請看看好了 然後我就把資料 那時候還不是還要送什麼 身分證 證反面 銀本 我覺得你現在這個表情不對勁 就很像那種 班上同學說我都沒有念書 但考很好 真的啦 的這種表情 言下之意你沒有藍勾勾 沒有 因為他等於所有資料給人家 沒有 我資料送出去之後 後來藍勾勾就跑出來了 跑出來了 他說既然是營養師 營養師你PO哪些照片 你PO了什麼照片 就我都會PO生活為主 因為本來想說要不要把營養 跟生活分開 但是我覺得如果粉絲會來按讚 然後想要關注你 應該是想要關心你整個人 而不只有單方面的你的 那有人盜用你的帳號 之前有耶 超可怕 你看這張就是盜用你的 可是我密碼很長 你怎麼可能會拍這種照片 這盜用的嗎 這盜用的吧 我真的要講這個問題啊 因為據說啦 有統計過 就是說 只要你PO的是漂亮的女生 然後肉胸的 按讚的都是特別多 然後粉絲都特別多 一下就幾十萬人了 他說因為他們都是那個 我辯解一下 加好了 明明 加好了 你因為要加圖就加他了吧 不然咩 等一下 就是你自己發的 對 這個我要解釋 這是我人生這輩子 第一次穿比基尼 然後第一次做遊艇出汗 所以不是人家盜用的 不是 這是我真實的 請問一下營養師拍這種照片幹嘛 可是營養很好 我真的不懂 為什麼人家拍這種照片 要吃東西 你們都算要治療嗎 不是 不是 文章寫什麼 我的心情很好 他說我在國外 如果包緊緊就太無趣了 很喜歡這裡溫暖天氣 有沒有 貝幣 等一下 太貝幣了 等一下 瓜哥等一下 等一下幫我簽個名號 是 瓜哥 我跟你講 我要收藏是不是 瓜哥 那個是我 我必須要講 那個是我就是出國 然後整個心情都太好 所以那個其實是 一方面做工作 一方面做心情 一方面給大家 了解啦 了解 你這麼肯犧牲奉獻 問題是這種營養師 你敢去看嗎 柯文 哦 當然找這種營養師啊 質詢一個下午都記起來這樣 不是 這是一個 佛靠金裝 人靠衣裝的 沒靠比基尼在裝 的年代 主持人的這張照片 我也會去看 對吧 可以 因為我才這樣 會想要知道說 你吃得這麼影響 這位營養師 我覺得跟著你 我會覺得可信度很 對啊 你剪頭髮不會找禿頭的禮髮 男生是站在這個立場 也蠻誠實的 對 那何佳文會看這種營養師嗎 會像我的喜悅 不會啊 我就覺得 他一定不是真的營養師啊 他一定就是 比如說網路正妹 然後想要有一個 比如說 營養師也沒唸B漾 就說自己是營養師 我就講 妳說自己幹嘛這麼講 妳自己剝這種 B漾我有剝奏耶 好 沒關係 她 妳現在網路 應該有七 八萬人是嗎 三萬多 三萬多也蠻多的 大家先再衝一下好嗎 三萬多也很多啦 再穿少一點 就會變十三萬多了 對 會 其實我粉絲團 應該就健康非常多 我的粉絲團其實是 好 喂 你現在是怎樣 比較注重的是 我一開始叫做維多利成 那我那時候是叫 維多利成的醫院觀察日記 其實原發的時候 其實是像你看上面的圖 我們可能一整天 醫院的24小時 可能白天你就是一直接電話 就是很累 然後這個是平常在上班的時候 這是半夜你睡覺的時候 所以我其實一開始的整個原發 是用圖片的分享為主 瓜哥 你有看到他的大頭照是什麼嗎 大頭照 大頭照也是趴著 可是我大頭照是健康的趴著 趴著還有健康跟不健康 所以點進去可以看到比較大的圖 沒有 就這樣子了 你剛剛已經有加入他了吧 他沒有 你有藍勾勾 沒有 我也有藍勾勾 你有直播對不對 我有直播 我要先講一下 藝人不是也會在電視上面想說 藍勾勾有多珍貴什麼的 都會想說 沒有 只有潘若迪在講 對啊 我們就沒有覺得 我不申請就是因為潘若迪 他已經有了 我還沒有 可是就是你就會覺得那是一種 不知道大家就會想說 因為我有藍勾勾就一直分享 對 然後你就想說 那時候我大概也是五六萬人 我那時候有粉絲團 我就想說 應該他會看一些知名度 因為我也搞不太清楚 我想說大家都去申請 我就去申請 你知道我申請出去不到兩分鐘 他立刻寄一封信回來說 抱歉 您的資格並不符合 所謂的公眾人物或什麼 我們FB自有一套審核的標準 你要謝謝您 就是您有機會 未來還是有機會 他怎麼審核 電腦的 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麼審核 你去也是本名 他怎麼審核 我有一次直接打到FB 哇塞 然後他電話 我就被一個人檢舉說 我不是本人 我就本人就打給FB 然後他確認是我 因為我唱了 寂寞轟炸給他片 他聽到那個聲音覺得 對 就是克白 可是那天聲音有點想說 你高音好像不太對 好 那FB服務很好 就是立刻幫我回覆這樣 所以這藍勾勾是因為方便可以 其實是可以 我當時就是第一個是覺得很 好像有一個象徵 身分象徵的地位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他們都是流行直播嗎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第一次 我就是拿到藍勾勾很興奮 就第一次我就開直播 我就分享說 假裝腺高的病人 你有什麼症狀什麼 就大家就留言 問說那我是什麼症狀 那像不像什麼的 我就介紹介紹 結果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直播了一個半小時 接下來呢 因為我就以為直播 就是大家就會增加人氣 我一關起來那個直播之後 我覺得FB就少了16個人 然後我就覺得 是不是大家太討厭看我直播 從事就再也沒有直播過了 播了人會變多 結果還少了16個 對啊 我就以為大家都是播這個 就是可以 就是會有更多的新藝人來看 對 我就玻璃心就 因為他就覺得 遺失不誤正業 你在那邊趴著拍成 很厲害 哇 巴了 對 那其實 好多喔 這個也再比上位 再健康一點這樣子 我很健康啊 我本身是急診醫師 所以我的粉絲團名字就是 急診鋼鐵人 Dr. Will這樣子 其實那時候 為什麼會成立這個粉絲團 就是因為 我當時在兩年前 我剛考過急診專科醫師 當上主治醫師之後 我後來發現不對 現在社會風氣 其實很多負面的新聞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處在重症科 其實重症科 現在五大結構 就是大家其實很不願意投 已經不太願意去投入 這樣子的重症科 那如果還是在社會風氣之下 其實我會覺得 我的後輩 我的學弟們 會不會不敢進來了 對 所以我其實很佩服 就是我們的吳主任 在急診室這樣才厲害 這幾二十年這樣子 所以我有了這個熊才大志之後 我覺得我不能夠 不能夠再這樣下去 所以我才成立這個粉絲團 就是希望 我們投一些正想光明的 迎面給後進學子看 因為我們還是有很多積極的 積極還有值得我們 我們鼓勵的地方這樣子 是 講的都很冠冕他 對啊 真的 很震撞 瓜哥意思是說 其實我的粉絲團 我說曉衛啊 你上瓜哥的這個節目呢 唬爛不要太過分 他是這個意思 不是唬爛的 你看這誰的照片嗎 你看什麼 你要拍這種照片呢 戴那個鋼鐵人的面具 對啊 他無時無刻都用鋼鐵人的造型 整被飛出來 瓜哥你知道為什麼叫鋼鐵人嗎 你看病不看病 跑到陽台裡面 我成立這個粉絲團叫做急診鋼鐵人 那我覺得你要有那個鋼鐵人的形象 那當時其實為什麼叫急診鋼鐵人 為什麼 像我們在重症科 其實 沒日沒夜的這樣子操啊 就是 大家都會慌膽 大家都會感應化 所以其實就叫做 甘鐵人 甘鐵人 然後就取那個鞋影 你的哏鋪好久 對 所以其實 要做就做整套 所以我 我現在在初學 學啵啵啵的流到急診室找到你 然後你就給我這樣出來 為什麼 克帆哥 這有個好處耶 你知道嗎 你會怎麼樣怎麼樣 洛夫生命 這是正常的醫師 你今天怎麼不舒服啊 可是關起來之後此力無限 然後再打開 怎麼好笑 有病就要看醫生 所以其實 其實這個有好處的啦 那當時就是 都是一些急診暴力 所以其實我成立這樣粉絲團 是希望給大家一點 正面的力量 你們這樣 黑到進去 不先把你掌摸 這個笑耶 那個你們藝人會給他看嗎 只剩他一位的話 如果 半夜突然你怎麼了 然後自己被送急診室 然後看到醫生是這樣的時候 半夜都這種在直 會有點嚇到說 自己是不是已經腫了耶 想說怎麼 我是不是神智不清了 怎麼會這樣子 你是不是該跟我開玩笑 你在這裡這樣 瓜哥 我稍微中斷一下 你可以拿下來講嗎 對 這個裡面有空調 講話久其實會缺癢 空調系統 他說沒有空調系統 沒有空調系統 那你帶著幹嘛 裡面沒有人在講話的 對 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帶這個了 還要顧形象 還拿頭 你有藍勾勾嗎 有耶 其實我那一陣子也是因為發現 大家都在傳說藍勾勾 我自己就很好奇 然後想說 我要怎麼取得這個藍勾勾 所以我也是有一天 寫一封信到Facebook 然後就隔天早上起來 發現我只有藍勾勾了 就明明就有了這樣子 然後發現 很奇妙教訓 對 後來就發現藍勾勾 他有直播的功能 其實我跟馨美一樣 藍勾勾我也是受其所害 因為醫師有藍勾勾 其實我們最常要做的就是要 做一些衛教 對 要一些衛教 外教觀眾這樣子 對 那 我在直播的時候發現醫師來講 太生意了 所以我請我兒子 因為我身為急診醫師 所以我請我兒子教大家CPR 然後裡面還有就是 義務梗塞 哈姆立克法 請我兒子來教這樣子 結果 裡面的留言數 比我以前PO文的留言數還多這樣子 發現兒子忽然 因為那個直播 兒子比爸爸紅 對 所以我可能要把我的急診鋼鐵人 大特別要改名字這樣子 我剛剛在上面看到 你有出書喔 對 其實會拍那樣子的照片 也不是我願意的 就是那時候 我為了就是讓我那份診其實還有一個 一大部分是在 就是告訴民眾一些正確使用急診的概念這樣子 所以我是用比較圖文書的方面 然後是讓一般的民眾能夠 他是自己畫的 你是找人家畫嗎 他也是自己畫的 你也是自己畫的 對 我也是自己畫的 滿有才看的 真的啊 我現在要看這些急診知識 或是對一些 重大的傷害的一個急救法 你給我看文字 我看不下去 漫畫我比較好 所以其實我自己就是用很淺顯易懂 讓大家可以隨時可以翻譯 所以我就講年輕一代醫師 他們真的是很有他的想法 對 對 這個無可或非 時代在進步嘛 對不對 那黃仲寧醫師他就不得了了 你看到FB裡面人數了 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吧 他很紅 哇塞 27萬 超好 你怎麼會有這麼多 其實 已經算名醫了 名醫了 之前製作單找我來 我就說我不要 我的粉絲真的專業真的很無聊 就是 很嚴肅 我應該是坐在第一排 就裡面都是衛教的文章 不像他們有漫畫 有 學長我們也都是衛教的 我也沒東西也知道 我趴著也沒有人要看 對 所以我裡面幾乎全部都是跟衛教 然後我就因為我是小兒科醫師 我會講育兒 講健康 然後講親子關係 那當然我必須要講 醫生真的很忙 所以 對啊 我要非常感謝 因為我有一個小編來幫我 前面三位都自營業 我是有一個小編幫我 在 就是他PO文章 或幫我收集 還有他的看神表 喔 OK 其實他行蹤是暴露在危險的情況之下 對 沒錯 可是黃仲寧醫師是 媽媽殺手 你知道媽媽都一定 一當媽媽就要加入他的粉絲 我不太PO自己的生活 所以其實我剛剛瓜哥就擔心 或是家人擔心我的那個 這個個人的隱私 其實裡面完全沒有 我家人的照片 甚至連我自己的這個生活的 他就是一個公眾的粉絲團 對 你說你沒有看過私人家裡的一些 幾乎都沒有 就是都是衛教的文章 所以應該是也有人用你的網站 去盜用 20千萬 其實是 那是哪一個 很多人 這不是弄一塊肥皂 什麼啊 他弄一塊 他說從來不PO家裡生活 PO一塊肥皂在手上 這個兩萬多人在看 就因為一個肥皂嗎 我的媽啊 一個肥皂兩萬多人 是男人肥皂 你那什麼肥皂請我看一下 你不要那麼生氣冷靜 你不講肥皂還以為是蛋黃 這個肥皂 我看了文章 他是說他的肥皂 怎麼會 他說這水可能這樣滴滴 滴到這樣你看 水滴久了會穿死 對 可能水在滴 肥皂一直穿穿穿穿 穿成這樣 所以大家很驚訝 就告訴小朋友說 你看 滴水可以穿死 就小朋友說沒有 這是我昨天按的 真的嗎 就是這麼一個白癡的故事 給大家聽一下 這樣兩萬多 這樣兩萬多 你說有文采也沒有 粉絲好白 你說有寓意 也很白 這個醫療衛教也是沒關係 這樣重要是 剛剛明明白漏 沒有 明明漏兩個 這樣 就像我剛剛提的 因為平常都沒有po任何 那種故事性的家庭的文章 那因為那天是颱風夜 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 那個 去年那個有一個 什麼颱風 你說那個柯市長 清理家裡冰箱那一次嗎 對 就全部人都躲在家裡面 然後外面風又呼呼吹 然後那天我也是 全家人躲在家裡 然後我就想說 既然大家每個人都在家 大家應該很狂恐或很無聊 我就把一個居家的小故事 就是當天發生 我就po上去 但是大家很無聊 沒事坐在家按讚這樣 但因為不常po 所以po這種新聞 大家他的粉絲會覺得 很驚訝 27萬裡面的兩萬也還好 對不對 跑個七萬也合理 接下來廖醫師要好好出手一下 數碰到數碰到 拍跨名了對不對 對啊 廖醫師大概有個讚 好 28萬五千 兩萬發 28萬 我這個粉絲團 其實才經營一年 所以妳真的每天會去看嗎 我每天會去看 然後每天會去把那個照片更新 可是我的要傳達的理念 除了衛教以外 我還要傳達一件事情 就是美麗 無論生活 無論是醫美 無論是皮膚或是健康 跟這個整體跟美麗有關係的 跟健康有關係的 所有的任何的相關的事物 是 對 所以上面可能 有時候妳會找到彩妝的 然後上面有時候 妳會找到那個服裝的 這些資訊這樣子 那只是妳上面再怎麼樣 就算我覺得我身材很好 我也不會PO出兩股 妳會這樣子 開始了 妳又是說明明 我對明明沒有偏見 我覺得能夠這麼健康生好 因為 妳有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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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你還說一些場面話呢 那我講實話 因為我也蠻欣賞這樣子的一個PO文的方式 但是就我一個 我希望我的專業形象 是擺在我生活形象的前面 所以我這個粉絲團是切開的 我自己也做一些攝影或是什麼的 那我就自己的名字的那個 也不叫粉絲團 就是Facebook 自己的Facebook 那一個我就會PO這些東西 可是如果生活相關的一些 妳是偷那樣子的照片 哇塞 妳生病太過癢了 也會讓新聞記者去追嗎 新聞記者 有時候他們會追 他們會追新聞 比如說我曾經在上面 也是寫一個橄欖油 就是在講說 痘痘要避免什麼樣的保養品 跟平常的保養成分 那就寫到說橄欖油 容易產生痘痘 容易產生粉絲這樣子 就很多不少的媒體記者要來採訪 其實我是之前 我這個粉絲團後來變得比較多人知道 也是因為一開始我都是畫畫 結果後來說就意外 就是蘋果日報有一次 他就說要來一個專訪 那時候一開始他就說專訪的時候 就是要分享說 原來現在有醫生會畫插畫 結果我沒有想到他就變成 我以為他是在報紙上 他就是那種即時動態 他即時動態 他們就喜歡標題要下得很爽動 他就說 超正美女醫師 然後先露圖 就是圖片 圖片的圖 對 然後接下來就會有人去追蹤 然後再過幾個小時就更新 什麼戴口罩的 可是我那時候根本沒有預設到 他會用這種方式去呈現 上次我被我跟女朋友出去買一個東西 他說什麼 客帆接女友出去買套 他要買什麼套 我買 iPad保護套 歡迎老師 圖文那不符 你所有裡面都把先騙你點再說 對啊 阿天要 我們人手就很賤 就回去點了 快點 不就是這樣 我之前已經就是有很多次 就是我自己都很訝異 就是有一次 因為我之前比較偏重於 就是生活上面分享 然後我人生第一次去擠羊奶 我也很開心的分享了 就隔天就發現新聞就出現說 正妹營養師教你擠羊奶什麼的 她有一次是跟媽媽去北港拜拜 然後北港因為南部就會有賣椰子 然後我媽就要我幫她拿個椰子 我說那不然妳幫我拍個照好了 然後我就拍 然後我媽說 妳這樣很像大小奶 結果我就覺得很好笑 因為我媽很少跟我那樣子搞笑 然後後來我就PO文說 我媽說我大小奶 然後覺得我們這家庭很好很好玩這樣子 結果又有一個新聞說 正妹營養師高明明 我媽說我大小奶 所以有達到宣傳效果 就是 就是蠻驚訝說這樣 但吳主任 我們以這麼自身的醫生來講 怎麼看待現在這種現象 你自己個人用嗎 FB 我們有用FB 不過我的粉絲 他們會躺在床上的那一種 都是那種比較嚴重的來看精神 所以 粉絲的幫助不當 所以人數 可能可是 可是你這個人數不得可能在 幽靈界的爛 不過事實上我們在FB 其實尤其 有時候還是可以跟工作結合 事實上我們像最近 這幾天大概進入急診室的旺季 包括這些心血管 太變 吐血的 氣喘發作的 事實上我們會去把一些 當然不會有鋪入個肢的問題 會讓我的朋友們分享一下 最近可能傳染病在流行 盲腸炎要注意什麼 因為很多人搞不清楚盲腸炎 原來位置在哪裡 他甚至以為胃痛怎麼可能盲腸炎 事實上胃痛一開始就像胃痛 然後慢慢往下痛 這些事分享 對我的朋友都是有幫助的 是 所以有它的作用存在的 對 我還想請教一個問題 天氣這麼冷 游民怎麼辦 會不會一直送醫院 其實這麼冷 有一個錯誤觀念就是 很冷的時候他們想要去喝酒 可是喝 喝酒之後它散熱更快 被送來機會有更多 不是 大家覺得天氣冷要喝 為什麼以前的國軍助手 在金門馬祖回來 酒量就變很好 因為每次那邊要守衛的時候就 自己 自體感覺會覺得 溫度沒有那麼冷 因為那個太冷了 反而流失的會更快 對 除非他有很好的保暖 對 你看這個就很正確的觀念 比那個什麼露什麼露什麼 用的 有實質上的幫助多了 我跟瓜哥是屬於同個年代的人 是啊 那時候我們在二十多年前 其實從非常男女之前的 女人 女人 我就開始了 對 就是二十六年前 所以我們當時的時候 我主要是也是為了衛教 一直寫文章在報紙上 我最多的時候同時寫十個專欄 所以我自己有外科系的醫生 當時還有在接生 所以我本身又有教學 跟研究的工作 然後同時又行政工作越來越多 我就從來沒有去想過使用FB 雖然我大概在七 八年前 就有人要我加入 但是始終沒有使用 一直到前幾個月 我出了第36本書 第36本就是這一本 就是你不能不這個子宮健康 對 當時出版社跟我說 Facebook要用 我說FB我沒有空 很忙碌 他說你要想辦法經營 你看 現在能打音選戰 也要靠網路 對 結果我就說好 我就成立FB 成立FB以後又想說 那裡面人家都很多朋友 那萬一我沒有朋友怎麼辦 就每個來都給他同意 同意 溝同意知道嗎 出來是說 五千人滿了 那成立專業 我說什麼叫專業 他說粉絲專業 就這樣成立 所以我就有人就幫我 再成立一個專業 我說是這樣子 那就開始搞個FB的專業 所以這個只有成立幾個業 我還弄不太清楚 所以你講蘭勾勾 蘭勾勾我完全聽不懂 就是說完全沒有概念 完全沒有概念 我也聽他們蘭勾勾可以直播 只說什麼還要直播了 怎麼會有時間 所以對我來講 我會覺得說時代真的不一樣 以前我們的書 就是只要問說 你的書有沒有百萬版稅的 我終於有一本是百萬版稅的 就很得意說 是排行榜在百大之內 現在不是 現在純粹在看你的 上面有多少人按讚 後來我就發現 最近這個月之內 我有兩篇注意到 因為要上這節目 我注意看了一下 我在一個月前因為坐飛機 然後有被空姐 潑到鼓鼓在上面 然後我是跟他說 這個年輕人沒有關係 後來他又弄倒了一個東西 又在我面前 那做商長一直道歉 他一直道歉 我跟他說沒有關係 後來我就把他們 我說我要拍照一下 他說不要拍照 我說那我拍兩個美女好了 就跟我拍照 拍上去 我到了印尼 睡了一覺 差不多五小時之後上樺一看 不得了 這種照片怎麼會有兩萬人按讚 這搞什麼鬼 所以如果有兩顆可以露的話 我相信也有對不對 這個很像對不對 27萬的對不對 所以時代真的是不一樣 你是可以露 露了會減少兩萬 正先好 正先沒了 全部都沒了 這個所以 所以我們不要再罵了 他說你為什麼那麼聳動 那個報紙媒體怎麼這樣寫 可是真的人性就是很 很想偷窺 有時候你寫一大堆很正正經經 正經八百沒有人看 對 歪門走道的 急爆人 沒錯 是不是這個就是時代 可是事實上 你們會從網路上去找醫師嗎 我們以民眾來講 柯佳文妳會嗎 會耶 我有一個經驗很有趣 就是我的朋友他是從國外回來的 所以他對台灣的醫界不熟 因為他想要找那個不孕症的醫生 所以他就上網搜尋了很多 他找了一個醫生叫我陪他去 然後他貼了那個醫生的粉絲頁給我看 然後他就說他覺得 這醫生跟他會很合 因為這醫生講話很 揮諧 很浮誇 很幽默 他覺得這個人一定會很合 我就說好 那我就陪你去這樣 因為看起來是滿有趣的 我們一到那個診所我們就傻了 因為那個診所看起來 非常的中規中矩 連裝潢都是 想說這醫生很有趣 會嗎這樣 一走進去 你一看那醫生就知道 他一定是規規矩矩的那一種 然後我跟我朋友就傻了 我朋友就坐下來 就開始諮詢 但醫生真的很專業 什麼什麼都重點講完 講完之後我朋友只問了醫生一句話 他就說醫生 請問你是這個醫生嗎 他開來他的粉絲專業 請問你是這個醫生嗎 然後那醫生就說 對啊 我本人 他就說 你本人怎麼跟這個差這麼多 因為那醫生平常講 那醫生本人講話很正經 一點都不有趣 然後後來醫生就說他太忙了 他沒有時間弄這一些 對 所以他其實是有一個小小的團隊 用他們的語氣來跟大家 然後再幫他做這個 對 等於是幫他加分 因為他的意思是說他太無趣了 如果用他的語氣 他覺得肯定沒人要看了 我了解 就像我們熟的人 這個到底是不是瓜哥的語氣 不是 所以才會有謝忻自己在那邊罵 謝忻 最近常常發一些自問自答的東西 他已經要看醫師了 沒有 我以前是不會 但是我有一次很不好的經驗 就是我有尋碼疹 然後我去找了很多朋友 他們都共同推薦一個很有名的名義 但是他沒有 那個時候沒有經營網路這些 然後我好不容易排了兩三天之後 才排到他的疹 兩三天排了 然後排隊現場掛號 我又掛了兩個小時 可是他看我只看五分鐘 我就掀開衣服給他看 他就摸一下 為什麼都那麼趕 他就說你就是只是什麼什麼問題 你擦什麼什麼藥就好了 好了 下一位 我說醫生 我辛辛苦苦 又排隊又掛號 我什麼都沒有說 我只是掀起衣服給你看 你摸一下 你就知道擦什麼藥膏了 我就說可能 好 我就已經去拿藥了 然後擦 我後來擦了連續一個禮拜 沒有用 沒有好 沒有好 就是不會好 對啊 後來我是這樣子的經驗之後 我就自己去爬紋 那個時候 還沒有FB 是PTT時代 我就上網去看 原來可以怎麼樣 從體內開始治療 慢慢的休息 然後要喝什麼食療的東西 再搭配著藥膏 慢慢才比較好一點 所以我那個時候覺得 民醫 對我來講 我會覺得有點壓力在 因為就是看不好 我覺得 應該大家現在要找什麼事情 都會用Google 就是連找醫院 民醫我們打 婦產科民醫 用Google 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跑出來 那在上面你的排名就很重要 因為常搜尋的 你的排名就會往前面 可是那個關鍵字可以買 對啊 那也可以作假的 可以買 但你可以知道是誰 誰是用買的 因為他都會 擺在最上面那兩排 那個不要看 就是看在三四以後的 可是這樣就會踩到地雷 像我有一次 去看那個綜藝 我的手這邊拐到 然後我就搜尋 這個什麼某某街 某某這邊附近 我想說剛受傷趕快去看 然後去 去完以後 他說 你哪裡不舒服這樣 我說 我關掉 對 然後我就手一舉起來 他就把我手抓過去 開始喬 就喬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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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 他說 好了 醫生 我是這裡 他就自己爽一爽 他說 他回答是什麼 他回答說 這邊如果通了 這裡也會通 然後還收一千多 真的 但是他除了到尾 沒有碰你脖子 沒有 蛤 我明明就落枕 那你還是給他 我給他 然後回去 大概就難過了兩三天 就去找另外一個 馬上就看好了 所以這個暗戰的多餘寡 到底對你們有沒有幫助 因為我不會跟人家說 我在哪裡上班 因為我醫院是地區醫院 所以就是有一次 我反而有點嚇到 就是有人在我的診間 門口就是拍了照片 就是營養諮詢 然後營養師 高瑞銘這樣子 然後拍了照片之後 他就傳到我的粉絲團說 明明我今天有去看你 然後我就 我想說 就有點嚇到 他拍我的門牌 然後說他有來看我 然後就覺得就是 因為我本來就沒有說 我在哪裡上班 所以他可能是 剛好住附近 然後又剛好看到 所以變成 反而增加是你的負擔啊 就是有點嚇到 或者是 就是常常會遇到一些 很離奇的事情 或者是我去考 糖尿病未教的一些 資格的考試 然後那時候一大早 考試一定是戴方框眼鏡 然後素顏 然後敢去考試 然後也要很認真 很認真這樣 結果後來我 一考完鬆懈 然後就看到訊息 明明 我剛剛有看到你 我跟你在同一個考場 正妹果然不一樣 我一眼就認出 我想說 怎麼會這樣 所以我就趕快把頭髮 蓋在臉上 我就趕快飛一分鐘 她說不是我不是我 所以你知道名人是主 助力也是主力 很多事情就是這樣 很驚險 就是我覺得有好有壞 我的確是真的有病人 是因為我的粉絲團 而來看我的 那我自己有一次是這樣 就是反正病人 他看完門診 然後看完門診 也都沒有告訴我 他是我的粉絲 直到他回家 他才跟我說 醫生你給我的藥很好用 我才知道 可是這種都是 算比較正面的 那正面的其實很多 但是我有遇過 真的也會讓我嚇到的 我一次是這樣 就是我去坐高鐵 然後坐高鐵回家 然後我就坐完高鐵 你坐高鐵一定就是 做自己的事 然後我就接著就回家 我沒有想到 我回家之後 我收到了一封訊息 那訊息是他跟我說 你今天是不是穿 我那天是穿深咖啡色 裡面是紅色的衣服 他說你是不是 你頭穿紅色衣服 我沒想到你這麼高 接下來他就把我家地址 附近的一個地址 就是寫下來 然後就說 就這樣 他沒有告訴我說什麼 他就只有給我 我家很接近我家的地址 好恐怖 那你沒有問他 你到底想幹嘛 沒有 我就 我看到最後那一句 我真的有嚇到 我就變成沒有讀 就是你知道 它是會顯示反規色 我就沒有讀 可是你就會覺得 就是真的會有壓力 所以我現在有時候比如說 就是你就會盡量的 也不是真的要去遮蓋月 我沒有那麼知名 我不像在場藝人或瓜哥 你們那麼知名 但是就是 這種事情 就真的會讓你有點趴趴的 奇怪我沒有勾勾 我在解運上也被遇到 也被拍照這樣子 所以我也有點困擾 不過有幾天有去 我戴那個船吹 你為什麼戴啊 對啊 不過其實我自己在急診室 我的粉絲頁其實 只能看到急診鋼鐵人Dr. Wei 可是並沒有說我在哪裡 也沒有露臉這樣子 但是居然我在看診的時候看完 病人也症狀也緩解了回家 那回家最後還跟我說 你是不是就是那個Dr. Wei 我就不是 你怎麼覺得我是Dr. Wei 因為急診室有一個醫師 他是紅頭髮這樣子 從此以後我就覺得 對 染紅頭髮 我因為有這樣子被要過簽名 不過有一個比較特別 是有一次我在來診區上班 因為我們其實在急診 他有分重症區 其實比較輕症區 因為我們就是要讓一些 輕重症有點分流這樣子 那我就我在重症區的 那個同事跑出來說 欸 衛士 就是有個病人一定要見你一面 我說他在重症區 那是不是要見我最後一面 我跑進去這樣子 結果發現是一個 那個年輕的小妹妹 她因為氣喘 但是她太喘了 所以先在我們急診的急救區裡面 先吸一些支氣管擴張劑 然後先幫他做處置這樣子 那我就是從旁邊路過 因為我們醫師除了治療身體外 也要治療心理 就是故意路過讓他看一下這樣子 對 那沒想到他後來好了之後出院 三個月後他又回診了 那一樣 這是換學弟 欸 學長 學長 那個你的粉絲又來了 又在急診室了 請你過去看一下這樣子 我心裡想 好吧 如果我看他裡面 他的病會好的話 我願意犧牲 沒有經歷那個小妹妹這樣子 是他犧牲嗎 不過這其實 其實有些地方也困著 像我在我們醫院附近 出沒的時候 因為我就住在醫院 你是色狼嗎 還是出沒 沒有沒有沒有 我就是在附近買個炒飯 那買炒飯其實就在家旁邊嘛 所以就是染白拖啊 然後吊嘎就出門了 那就跟著大家一起排隊 那排完隊之後 東西都買了 我就要上摩托車的時候 我發現原本排在我後面那兩個 就在竊竊事宜 就是我已經轉身離開他們才在講 是不是你 剛剛那個是不是 對啊 我覺得他是Dr.偉 我說我不是 安全帽戴 我就趕快騎走了這樣子 你戴著剛剛那頂安全帽 對啊 是真的安全嗎 還自己說我不是 然後大家就確認就是這個 就是他 就是他 後來其實我在 我去買東西 安全帽都不脫了 你為什麼要否認呢 因為其實我們急診室 病人已經夠多了 我們不希望因為 這樣子的粉絲 困擾 對 讓大家其實都還來看診 因為我們不像門診 就是你 其實你的看診量什麼 其實會對你有一些影響 他如果看四人診所希望好了 如果在急診室當然不好 對不對 所以是盡量是希望 不要被帶著結合 其實我的那個粉絲專頁 我不太回覆 人家在我文章下面的留言 是 因為你回A不回B B就生氣 基本上底下的留言 我都不會回 那我會回私訊 通通都是來問問題的 你知道我有一次開那個 有很多作家或藝人 會開線上趴有沒有 然後就說今天我們在線上 大家聊天 那就是你就看到 我那時候看到侯文勇 開線上趴我就點上去 你就感覺 可以想像在電腦前面的 那個侯文勇 他可能就拿著一杯咖啡對不對 看著螢幕 然後粉絲們之間互相聊天 然後講講人生大堆 很愜意 我不是 我一開線上趴 每一個媽媽都問我 他家小孩的問題 然後就等我回答 我講完一個嗎 我是開趴了 對 完全不會有人互動的 他沒有心情跟別的媽媽聊天 只想喝答案 所以後來我也不做這種事情了 所以基本上 對我來講 我 這個 我的粉絲專頁 基本上就是分享我的衛教文章 那我的私訊 我有時候會回 不過我後來 我覺得這一個 像這樣一個龐大的粉絲專頁 後來讓我反而覺得 我是被幫助的 怎麼說 因為雖然我沒有回他們的留言 或私訊我會回 但是我看他們的問題 我大概就知道 現在的媽媽在擔心什麼 我覺得這對我來講 反而是我的視野是擴大的 不會只局限在我的診間 因為診間大部分都是病重才來 那是看你們是個理性的媽媽在回你 如果你怕一碰碰到無聊的網友 你要怎麼回 所以你本身建立的觀念就是 你會接觸 什麼樣的人 會吸引什麼樣的人 對不對 對 所以等於說這個時候 你知己知彼 百戰百勝 就了解說這些人 媽媽在想 以後更能了解女人的心 而且有一次很感動 比如高哥講一點都沒錯 有一次有一個媽媽就問問題 終於底下有一個媽媽受不了 她去罵上面那個媽媽 說黃醫師的文章這麼多 你自己爬個文好不好 他們每次都問一樣的問題 結果後來 那個第一個留言的媽媽 她回了那句話 我覺得還蠻窩心 她說 你也不要罵我 我也知道 我也看了這些文章 但是你知道做媽媽的 她就是交集 三天半夜睡不著 她只希望 如果我跟她講說 沒問題 或跟她說你辛苦了 她就有安全 她只是想聽到這句話 那我就覺得 原來其實很多媽媽 她其實對小孩子的疾病 並不是真正說知道 以為她會死掉 但是她其實心裡面就是 好 群暖 對 就是群暖 群暖 所以我就覺得 反而我更貼近 就像瓜哥講 更貼近這些媽媽的心 是啊 更能了解 她蠻了解 可是我覺得 如果民眾用這種方式問整 有時候我們蠻困擾 我其實不太會 我已經 我都很容易修根我的臉書 所以我有一次就過了三天 我才打開我的臉書 我一看就看到有一則 我特別吸引我 她就說 我現在頭巨痛 我已經痛到我沒有辦法做 我只能躺在家裡 陳醫師救我 好可怕 對 然後我看到的時候 我看到時間 天啊 那是三天前 然後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可是我就覺得 理論上像這樣子的個案 你是不是應該 真的要立刻去找醫生 我後來是有問他 就追蹤說 那你現在還好嗎 什麼 可是以我們醫生立場 這時候我問或我不問 其實都很奇怪 所以都 這麼有 像前面幾位 已經這麼有知名度的意思 算名醫了 會不會造成你們 什麼樣的困擾 或碰到什麼樣的狀況 其實我經歷過 應該是說從 鄭醫師的時代 雖然我們不是您的年紀 真的 真的 這一批裡面還要做區隔就對了 還要幫你一下 不過我感受到 強烈感受到媒體的影響力 因為我記得那時候 在長庚醫院 第一個打麥充光 打斑的人是我 因為那台機器就擺在角落 沒有人要用 因為進來是要拿來打血管 因為我拿來打血管 打了幾個 就發現說怎麼斑掉下來了 正好就上了一個節目 就把這件事情說了一下 說了一下以後 隔幾天門診量變成5倍 再隔一個月 不得了 來看麥充光 廚班的人 排治療要排半年 對 所以如果說 藉由這個媒體 可以給大家一些正確的衛教知識 給大家一個正確的治療方向 我覺得對所有的人 幫助都很大的 比較常遇到的一些困擾 就是半路很容易被半路問診 半路攔截問診 就在半路走在搜狗後面 就來 你是不是廖醫師 皮膚哥好看 就拖給他看就好了 怎麼顯這樣 可是這個有兩點 第一個你在半路問診 可能光線各方面的情形 也不是很充足 那我也沒有辦法確定說 我給你是最正確的診斷 然後第二點就是說 那我也有一個我的隱私生活 我可能正好要去哪裡 那半路突然被人家抓下來 問診的時候 那我又延遲到我自己的事情 當然我們還是要把它講完 就是既然有被問到教 還是要把它講清楚說明一下 否則自己也很怕說回頭 會不會有人在Facebook上面 或是哪裡寫說 這個廖醫師很不親切 廖醫師很不親切 不甩 對 所以後來我出門的時候 其實都稍微變裝 我都會戴一個眼鏡出去 戴個紅的或是戴個黑的 然後不然就戴一頂大帽子 把冬天馬卡把它遮起來這樣子 她是誰啊 她還裝成這樣 所以就是 他有怕車要做的一段 沒有 可是被抓到 半路被攔截來看門診的很多 甚至去九份逛山路的時候 也被抓去看門診 你去上完節目更糟了 這是小Case 我以前常常非常男女的時代 有一次建國高家下面的 建國花式 我已經戴墨鏡 穿拖鞋 然後用鴨舌帽弄起來了 被一個老榮民問我說 老榮民 你是整醫師嗎 整醫師啊 我下面都贏不起來怎麼辦 我說好尷尬 剛好施明德走過來你知道嗎 我就很尷尬說 怎麼在公眾場合在路上 就把我攔下來問 我說他下面都贏不起來怎麼辦 對 這 又是不展哥 他這樣把它認出來 他想說我們在節目中 常常談兩性關係 所以當年是這樣子 但現在我跟各位報告 剛剛說過說 我對Facebook是菜鳥 剛剛使用 可是我最近就曾經這樣 一個禮拜我寫了東西 被放上報紙四次 一個禮拜就四折變新聞 你知道嗎 所以這影響力真的很大 然後比方說他剛剛說到說 我們的媒體影響 他以前在工作的醫院的影響 我在11月份提出一個說 我們子宮肌瘤可以不用開刀 使用一個叫海福刀 馬上現在排隊排到四 五月了 就排隊說從台北跑去高雄 找我要做這個 你開過嗎 我做很多 因為我台北的門診比較少 高雄門診比較多 台北因為沒有這個機器 整個台北沒有這個機器 就變成說網路 真的是不可忽視的這個力量 像我們這種做急診的意思 寫衛教文章 有時候就不好拿捏 像我們寫胸痛 胸痛事實上好幾個病 是會有猝死的危險性 心肌梗塞 主動脈玻璃 那我們就稍微分析一下 這幾個危險症上請民眾注意 只是看個專欄 寫個衛教文章 那就關一個禮拜就實際 二十個病人 他其實他只是恐慌症 胃食道逆流的 熱肩神經痛 可是他看了那個文章 他就直覺以為他可能是那個病 他快要死了 他一定要趕快來看計程 所以這個其實不好拿捏 不過我想長期的 慢慢的衛教 對民眾是有幫助的 節目的最後我在想說 好 我承認我比鄭醫師還要少 你是菜鳥 我身為一個 前偶像天團的主唱 我的粉絲竟然比你少 還輸給高明明的那個 你沒有 我拖一下好了 你沒有 你差那麼多 不是 你根本沒在經營對不對 就是兩個禮拜前才開 可是也太少了吧 比我還差一點 我看很多藝人也很氣 每天他很想拍 拍上去存在感 然後每天又氣得要死 為什麼 很多人罵 他就很氣 就關了又開 開了又關 關了又開 很多藝人都是這樣 對 對 你講到我上個月的行程 其實找醫師當然 也口碩 口受相傳 像我們很高興認識這批醫生 能夠自己來的自己來 如果沒有他一定會推薦你 很好的醫師 來 謝謝大家 很多人都聽過病從口入 但是你的健康 也是從吃進去好的食物開始 除了讓你的腸胃道健康 心血管健康之外 吃好的食物 也可以讓你的情緒更好 減少憂鬱症的發作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跟各位分享 四要一步的好食物 四個要 第一個就是吃魚 好的魚 第二個是吃好的棒殼類食物 第三個是吃堅果類食物 第四個就是蔬菜水果以及全果類食物 那不要的就是不要吃人工添加物 以及這些零食飲料 相信對你的健康會有幫助 對你的健康會有幫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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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